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把劲 然后能够参加伦敦的2012年的奥运会 所以大家看比较危险的情况在双打里面 就是后排的男选手后杀以后 然后你在挑高球的时候没有挑到后场 这样就被前头站的运动员接着跟进 这个是比较危险 所以在防守的时候必须尽可能的绕过前头运动员 大家看这平球打 这是印度密西亚的选手 23岁的阿赫桑 他的扣球很有威力 现在是阿赫桑罚球 这也是一个无畏输 4 3 5 3 5 3 在广州天河体育馆对大家现场直播的 羽毛球男子双打争夺前四名的比赛 6 3 现在由于中国运动员 这个第一双打蔡云和傅海峰 已经输给了韩国的正在龙李龙大 所以这样中国队呢 郭震东和徐晨的肩上弹滚就比较重 如果要想能够拿这个冠军就必须 他们就必须要冲进前四 然后在半决赛里也力争取胜 但是从男子双打的世界羽毛球的排名来看 现在中国的选手并不是很占优势 现在排在第一的呢 就是丹麦的运动员 这个博厄马蒂亚斯一队 然后马来西亚的选手古剑结一队呢 是排在了第二位 排在第三的是运动一下的基多 这一队和赛地亚万 排在第四的就是战胜中国的运动员的 这个郑再重和李大龙 排在第五的是中华台北的方建明和李胜的 中国运动员的今天这一队选手是排在第十位 就是郭震东和徐晨 蔡云和傅海峰是排在了第七位 这是2010年11月11号的之前的一个排名 现在中国队发球 落后三分 5比8 尽量调到后场 在中国队在第二局已经落后了4分 刚才的中国选手郭震东做了个示意 要换一个球 哦 SUBSCRIBE I